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87章 對不起譚小姐 陳昌好像很肝懶才逃脫了貓干辣院的控制 眨眼他已經坐在沙發上 茶几上面放了三宋吉湯 糖醋排骨、紅燒雞球和清炒油麥菜 還有番茄雞蛋湯 整盆人鬼鼠靈圍著桌子坐了一個圈 一個一個望實陳卓 陳卓是拿著筷子 腦裏面重新編造一場 跟貓乾雅縣的打鬥大起 陳卓,你幹什麼? 面對整桌美食 丹台明月是第一次見到陳卓沒有吃飯的心情 難道他病鬼了? 陳卓回過神 第一時間掩著頸 沒事沒事 卓真神這些小傷不足掛齒 貓乾雅縣傷得更重 但他這麼說 整桌人聽到一面懵逼 說什麼 對於他們兩個的所謂衝突 黃鼠狼是完全不關心 卓真神再不吃就冷了 吃吃吃吃吃 這頭說完 陳卓已經夾起一個糖醋排骨西入口 好吃啊 最多先 柳凌鳳寶他們見到陳卓動筷子 也紛紛拿筷子吃飯 淡台明月的臉口都黑了 真是有怎樣的主子 就有怎樣的隨從 有一隻二隻 好像黑衣一樣 善心被吃過東西 淡台明月就很優雅地夾起一條油麥菜 細著萬煙 跟他們的畫風是完全融合不壞的 吃吃吃吃 陳卓突然轉頭問 等於是 這幾天不見你學車的 你是不是學識了 這個時候 淡台明月剛剛擔著油麥菜 面容一僵 立刻就說 學車怎麼這麼容易呢 陳卓捧著那碗 整面都是油 我看手機的時候說 考幾次試 什麼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五 很難的 嗯 嗯 就只有嗯 實際上 淡台小姐只是撞爛了兩輛車 鎮雲絲那邊還在找新車 他現在懷疑鎮雲絲是有心拖延的 其次 鬼域已經撞了幾個大洞出來 小鬼那邊的氣還未相信 講到這裏 柳寧的叉把口也來 哇 馮寶會開車的 其他人就第一時間 看著老老實實在吃飯的馮寶 陳卓不信呢 開車這麼難 單耳底還未認識啊 馮寶這麼蠢 怎麼會認識啊 馮寶不出聲 繼續埋頭吃飯 柳寧愚愚愚的爭辯 他也是會開啊 馮寶啊 你說啊 馮寶真是移得原地消失 這個死人陳二卓自己作死還未夠 還要拔了他 兜東西刷在譚小姐那裡 馮寶平時是像暗春那樣的 柳寧為了證明自己沒有說謊 於是博了命地跟他們爭辯 在前兩天而已 我見到馮寶去了後門 後門有兩個人等著他 跟著他就去開車了 不是坐車 是坐在有個圈的那張椅子那裡開車的 開得很好啊 六趙了 這次真是糟糕了 現在已經不是開車那麼簡單了 馮寶 陳卓即時敲口敲臉 開聲質問他 馮寶嚇到頭低一低 不敢握高頭 我 我是會開車啊 那幾個人是誰來的 他們 是家校的老師 一對一教學的 這學車又不是什麼不見得人的事 要不需要偷偷摸摸啊 陳卓也加把嘴巴過來 那你幹嘛偷偷摸摸的學車啊 馮寶 是啦 你幹嘛偷偷摸摸啊 柳寧好像懶得很厲害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他才是陳大卓 馮寶慢慢握個頭 熟了眼淡抬明月 又回到 是 鎮雲師幫我請的 說到這裏 都不需要再解釋下去了 無非就是 淡抬明月 撞到兩部車報了廢 鎮雲師覺得 淡抬明月 真是不適合開車 如果陳卓團隊裏面 一定要找一個開車的人選 那就得馮寶最適合了 一個很簡單明瞭的答案 只可惜 在座只有兩位是智力正常的非人類 淡抬明月 還有黃鼠狼 陳卓耿勁繼續追問 真是想不到 馮寶這麼大膽 瞞著卓真神 和土匪鬥勾結 說 土匪鬥給你什麼好處 那就是了 土匪鬥為什麼幫你請老師 柳寧跟著追問 卓真神 我沒有收好處 馮寶跟著按下聲說 土匪鬥的人說 譚小姐在鬼界耐了 對人間界的秩序 還不太了解 短時間之內 都還不可以開車上路 那就要我考我車牌 在譚小姐和卓真神需要車的時候 我可以做司機 那為什麼不選我開車呢 柳寧你真是敢死說的 馮寶發自肺虎繼續說 在我們這班人裏面 是得我最沒用 實力又不行 什麼都不懂 但是我不想成為卓真神的陀女 我也想證明一下自己是有用的 對不起呀 卓真神 我應該和你商量一下 幸好又沒有商量 以我們這位卓真神的皮星 全世界都是死白癡 只有他一個最厲害的 馮寶本來是大大隻 現在坐在椅子上 好像蹲在樹那樣 蹲蹲的頭 鵪鵪也不鵪鵪 陳昌意識到自己把好戰友錯怪成半土 當堂有點心虛 但是道歉就不可能了 所以他就說 馮寶 你雖然是蠢得好交關 但是也不是一無是處的 起碼你認識 認識什麼呢 做了前半段 後面未作 陳昌眼珠一轉 衝口而出 起碼你吃得多嘛 卓真神跟你說 好像你這樣 年紀輕輕 就可以吃這麼多的 真是很少見的 如果我在現場 真的被他激到噗一聲噴血 黃鼠狼有心安慰 但是就沒有膽安慰 因為這件事 還關係著另一位 淡台明瑜學了這麼久 車都未學會 馮寶學會了 那豈不是啪啪啪 兜口兜面 蓋他 不知天高地厚的柳寧 無所顧忌 又問 那為什麼 選你不選我開車呀 啪一聲 這次不是蓋他 是淡台明瑜 啪一聲放下筷子 然後很生氣地 陳二昌 如果你不想吃的 爛出去 陳二昌還是很不服氣的 喵喵嘴 但是就不敢出聲 接著下來 他連爬飯也是靜嬰嬰 馮寶在線卑微地求原諒 譚小姐 對不起 淡台明瑜拿回碗筷子 接著問 考到科技呀 昨天 剛剛考完科四 剛剛爬飯入口的淡台明瑜 當堂的續親 咳咳咳 過了沒有 過了 一個星期之內 會寄過車牌過來 陳卓後知後覺 意識到些什麼 那個老 回蕩著剛才那句說話 開車這麼難 彈二弟都未識開 馮寶這麼蠢 怎麼會識開呢 想到這裡 陳卓選擇不出聲 黃鼠狼 也夾在尾 繼續做他的鼠 繼續爬翻 第四百八十八章 小姐姐的心情 淡台明瑜這個時候 生氣得快爆瘡 但又很難發作 他是淡台明瑜 他是鬼市之主 他是七階鬼王 他是有格局的 所以他就說 馮寶式開車也好 以後你們想去哪裡都方便些 這兩天 你跟我去車行看看車吧 陳卓聽起來 就有點怪怪的 你們 喂 第一弟 你幹嘛說你們 不說我們 淡台明瑜的心 打了個凸 然後改口就說 我需要坐車嗎 陳卓眼磚滑了滑 嗯 好像又不用了 繼續爬翻 他很胃口 找我們的淡台小姐姐 心思現在已經沒有興趣爬翻 他體內滋養的那兩隻刺網石 已經升到入六階 按照刺網石 吸入鬼氣的速度 不用兩個月的時間 一定會突破七階 他要在這兩個月的時間之內 回到鬼界 提前報知好一切 這樣 預留出鬼界突破所需的時間 他在人間界的時間 就只剩下一個星期 淡台明月 我高了頭 看一看這間 小到像麻雀籠的屋子 買多件傢俬都放不下 面前這班 嘈怨巴閉 在那裡爭食的人 現在看起來 都好像不是這麼討人憎 而陳大卓 吃飯的時候 臉永遠都是骯髒 那些飯 就會飛到周圍 他穿的衣服 沒有理頭就會穿幾個洞 至於沈美 就永遠都不會跟他同一個水平 他會把臭物套在頭上 會在被鬥裡放一個屁 押黃雪狼去吻 會傲低身 在庫囊裡裝人 然後搞到自己打關斗 不過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每一次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都會把自己人推在後面 最靠不住的是他 而最靠得住的也是他 陳卓爬到最後一口飯 鼻子那裡 還拿著一粒貼著湯汁的飯 留意到 看著他的蛋二弟 他心想 蛋二弟這個眼神 是什麼意思呢 他的眼睛 哦 蛋二弟拿著那隻碗 還剩下一口飯 但是沒有菜 蛋二弟不會怪他 沒有留糖醋排骨給他吃 大家都知道 陳卓一旦認定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只是認定了事實 他看著那些碟 連那些醬汁都被陳二卓拿得乾乾淨淨 他心想 這個小女子 自己不配糖醋排骨 還怪卓爬真神沒有留給他 嘿 真是麻煩 陳卓跟著把他的視線 移到他吃剩的骨頭那裡 把手在那些骨頭搖搖搖搖搖 找了一塊 黏著很多碎的排骨出來 蛋二弟 這塊卓真神還未咬乾淨 要不是你索兩口吧 唉 淡台明月心裡面的劇本是偶像劇 奈何陳卓拿著的劇本 是沙丁神劇 不吃了 新袋到貨 我去拿一袋 淡台明月港元放下飯碗 踩著高跟鞋滴滴滴滴出了屋子 他這頭前腳走 那頭保安就趕了過來 陳大師 你這個快遞到了 有成三車 黃鼠狼嚇到打了個飽 死了 他不是落錯單 批發了喵喵喵用品過來吧 三車快遞 陳卓很好奇地衝到屋子出面 他看過那三車快遞 黃鼠狼坦坦啼啼地跟著後面 柳玲開開心心跟著黃鼠狼後面 馮寶就踏踏實實地去洗碗 走到門口 有三部快遞車 快遞員就像卸貨一樣 抱著一嵐嵐的快遞出入入 黃鼠狼趕快跑過去 看看快遞上面的訊息 發見人和平卓卓 卓家軍破雙風 卓卓愛笑笑 當中還混了一些真名的快遞 黃鼠狼一直撥那些快遞 就一直說 都是狂屍送你 在搬貨的快遞員就說 這些都是送得快的 還有很多在半島來 再加上市外的 我想明天後日兩天 都是幾車幾車的送來 這裏還在說話 陳卓和柳玲在那邊 已經開始拆快遞了 陳卓拿了一雙螺絲粉出來說 咦 什麼鬼來的 雷絲粉 什麼叫雷絲粉 柳玲就說 是不是好像即食麵一樣 拿水浸來吃 雀真神 你看看我這個 是個枕頭 枕頭上面那個是不是我來的 陳卓啪一聲鬥霸聲過去 你死了發雞猛 看不見上面那些字嗎 比最愛的卓真神 你是卓真神嗎 哦 黃鼠狼看著一桶桶搬進來的快遞 這麼多傷 倉庫肯定放不下 拆一個快遞就是享受 拆三車快遞簡直是難受 保安和快遞員一起搬快遞 而青山精神病院外面 就來了三部鎮雲絲的車仔 還跟著幾部大貨車 在車仔那裡有幾個熟人走下來 igho 額- 一 耳 的 雷 都 演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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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